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依靠药物来控制病情 来 喝点水 该吃药了 唉 又要吃药了 都吃了二十多年了 唉 谁叫你年轻的时候要生病呢 如果不吃药 你能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吗 好了 我要出去钓鱼了 退休后的刘先生 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钓鱼 每次总是丰收而归 还把钓来的鱼分享给邻居一吃 刘大叔 又要出去钓鱼啊 是啊 刘大叔钓鱼的文领可真厉害 每次都能钓上不少鱼呢 今天一定也能钓回不少 我钓回来再封你们一些 一起尝尝鲜 那我就先谢谢您了 刘大叔真是好人啊 每次都把钓来的鱼分给我们大家吃 唉 难道你就没想过 他钓上来那么多的鱼 然后又杀来吃掉 这样的行为将会导致恶果吗 遭恶果 这怎么说呢 我最近在寺里听老法师讲经 他告诫我们说杀生是最大的罪业 刘大叔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条鱼儿的性命 罪业深重 将来一定会遭受恶果的 我不信 虽然刘大叔身体一直不太好 可是你看他钓鱼的时候 显得格外健康 唉 迷时千般错 务时夜重重 啊 什么意思呢 又有鱼上钩了 老刘 你真够厉害啊 才一会儿功夫就钓到了四五条鱼了 老刘 你别只顾着自己钓啊 有什么窍门也教下我们呀 哈哈 好的 那我就教教你们 又上钩了 这条鱼好大啊 然而过没多久 刘先生竟无法在外出钓鱼 因为他两条腿的内侧 莫名其妙地长了许多笼包 这几天怎么都没有看到刘大叔啊 怎么 你不知道吗 刘大叔他生病了 生病了 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好像是颇有些问题的 哦 这样啊 那我去探望他一下 请喝茶 谢谢 刘大叔 你的病是怎么了呢 啊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两条腿内侧 莫名地长了很多笼包 害得我连鱼也不能去钓了 刘大叔 我觉得你以后就不要再去钓鱼了吧 为什么 钓鱼乃是杀生行为 你想想 你钓了那么多条的鱼 杀害了那么多条的生命 怎么能不受到夜报呢 对啊 老刘 我也曾听人说 杀生是要遭到报应的 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钓鱼了吧 嗯 好吧 说来也怪 自从刘先生说好不再钓鱼后 他两条腿内侧的笼包 竟然渐渐地结巴复原了 哈哈哈哈 好了 我的腿好了 看你这样高兴的 老刘 老刘 好点了吗 哎哟 哎哟 好痛啊 啊 你怎么样了 感觉不对 快叫救护车 刘大叔 刘大叔又生病了吗 是啊 前几天我还看到他高高兴兴地去钓鱼呢 怎么又生病了呢 啊 他又钓鱼了 哎 果报啊 由于刘先生的病情一直未见好转 于是家人便在邻居的指引下 带他来到了山上拜见老法师 你杀业太重 必须立刻吃素 放生 拜佛求忏悔 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你的痛苦 下身后 刘先生果然日日如素 奇怪的是 刘先生自从吃素好 竟然慢慢好起来了 于是刘先生便开始继续放生 哎 过去我残害这些鱼啊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只要你以后多多放生 多积善隐 一定会消除你过去所犯下的杀业的 感谢师父开示 我以后一定会多多放生 陆生的善心 你们以后你要多多放生 别像我一样 直到遭受恶报 时才知悔改 以后我们可要多多放生 来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过错呀 慈悲为本 佛之弟子应有爱己之心 并推己己神 推人己悟 哪怕是非文重译 也不能肆意伤害其性命 佛教讲求慈悲 作为佛弟子的我们 切不能伤害世间万物生灵 是啊 杀生是佛门大计 世间万物的生命都跟我们一样珍贵 杀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千万不能做的 嗯 我从今以后也不应该杀生 哎呀 这是什么 哎呀 是只蜜蜂 好险啊 刚才要是被盯到了 那可就麻烦了 对的 赶快把他打死 要不然再飞起来盯到人 那就糟糕了 对对 赶快把他打死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怎么能打死他呢 刚才你们还说过 从今而后不再杀生呢 可是 如果我们不打死他的话 他很可能会盯到我们啊 是啊 如果他盯到我们 那要怎么办呢 蜜蜂啊 你怎么飞到我们家里来呢 来 你爬到报纸上 我把你送到外面去吧 天啊 他竟然听得懂你的话也 小蜜蜂啊 赶快飞走吧 刚才我还说 世间万物的生命 跟我们都一样珍贵 杀生这样的事情 是不可以做的 没想到你们 竟然还想杀这只蜜蜂 可是 他真的很危险啊 对啊 如果他盯到我们 那怎么办啊 只要我们心存善言 别说是蜜蜂了 就是蜈蝎 蝎子这样的毒虫 也不会随意伤害我们的 啊 你说 蜈蝎子 也不会伤害我们 可是 他们都是有毒的 怎么可能不会伤害我们 说实在的 我原本也不太相信 不过有一次 我亲身经历后 就对这种事 坚信不疑了 你有过什么经验呢 对啊 快说给我们听听 于是 刘先生便说了一件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那是七年前的某一天 那时候 我的儿子 才刚刚学会走路 宝贝 快 快走到妈妈这里来 妈妈 妈妈 乖儿子 你真棒 我回来了 宝贝 你爸爸回来了 快去亲爸爸一下 爸爸 爸爸 哈哈 乖儿子 来亲爸爸一下 你儿子 这几天走路走得 越来越好了 当然咯 也不看看 他是谁的儿子 爸爸 爸爸 对 你真是爸爸的乖儿子 儿子 去厕所 帮爸爸 把毛巾拿来 好不好啊 毛巾 毛巾 你啊 拿个毛巾 也让儿子去 真是有够懒惰的 我这是让他 多练习练习走路 啊 重重 多讲的重重 好多讲的重重 发生什么事情呢 哎呀 老公 你快来呀 啊 怎么了 当时 当时在刘先生家的厕所里 竟出现一条硕大亮黑的武功 武功身有剧毒 如果被咬到 将会危及生命 重重 重重 儿子 你不能去碰他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武功 如果让他咬到小孩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 老公 你快把他弄死 你快拿个木板来 哦 好 快 快打死他 别让他跑了 就在刘先生 准备用木板打死这只武功时 他突然想起了 教导他佛法的师父 曾讲过的话 佛爱众生 物理众生 慈悲心是佛教最基本的教语 当年佛陀尚且割着卫英 可见无私的慈悲 何其为大 因此我们作为佛弟子 切记不可伤害万物生灵 哎呀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蜘蛛啊 不能踩啊 你怎么会想伤他性命呢 师父 蜘蛛是有毒的昆虫 难道我们不应该杀死他吗 我过去是怎么教导你的 佛弟子应该以慈爱为本 世间万物的生命我们都不能去伤害 即使他是一只毒虫 我们也应该平等慈爱 何况杀害了他也是犯杀生戒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五阿弥陀佛 这猪啊 你快离开这里吧 这里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啊 他真的走了 你以后也要记住 任何生命你都不能去伤害他 是师父 我记住了 快打死他 你还愣着做什么 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夺走他的生命 那也不能让他留在我们家里呀 万一伤到儿子该怎么办 是啊 我不能伤害他 也不能让他伤害我们儿子 有什么办法能不伤害他 又能毫发无伤地将他弄到屋外去呢 这时 刘先生想起了师父放生蜘蛛时的情景 于是 他也对着那只武功口念符号 说起话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武功啊武功 你的毒我们都很害怕 你进入家中令人不安 我不愿伤害你 更不愿家人伤害你 请你爬上木板 我带你出去 南无阿弥陀佛 天啊 他好像听懂了你在说什么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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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到了外面 这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你快离开吧 不要再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感触很大 我也更加坚信了师父的话 世间万物 我们都不应该去伤害他 哎呀 今天多亏了你及时支持我 否则 我可就犯下了杀生的恶行啊 以后我们可要注意了 千万不能再犯像今天这样的错误了 叶师姐 您来了 是啊 叶师姐 您早 您早 这位叶师姐 平常都在佛寺里担任义工 帮忙腾血排位 也非常热心地协助师父举办法会 叶居士 辛苦你了 法会已经结束了 你也早点回家休息 好的 师父 您也早点休息吧 都忙了一天了 在叶师姐回家的途中 刚好经过一家 现在的蛇肉店 当叶师姐路过蛇肉店时 便突然感觉 两条小腿异常酸痛 现在活蛇 欢迎来本店品尝新鲜的蛇肉啊 现在的很好吃的 啊 好残忍哦 你看 刚宰杀的蛇 进来尝尝吧 很补的哦 不用了 谢谢 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的腿怎么这么酸痛呢 不会是因为缺钙了吧 叶师姐起初以为自己之所以感到小腿酸痛 可能是因为缺乏钙质及血循环不加速质 所以购买许多保健食品补充钙的不足 还找人做按摩来疏压 但是都没有显著的效果 奇怪 钙片吃了不少 也找人做过按摩 我这两条腿怎么还是这么难受呢 哎呀 不会是因果业障传身才导致我的腿这样吧 我必须要去寺里请教师父 祈求菩萨加持 于是 叶师姐便在寺里 请求师父开示 并求菩萨加持 当天回家后 晚上便梦到许多蛇人众生 我们被人类拿来敬酒 又被人类剥皮剁成碎块 尤其被剥皮时更是痛苦难耐 希望以后 人们不要以为吃蛇肉喝蛇汤 可以养颜美容 壮阳解毒 延年益寿等功效 我们是会复仇的 啊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啊 好奇怪的梦 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呢 不行 我明天又在许寺里 请教师父 第二天一大早 叶师姐又来到大兴山寺 师父 您说我这个梦怪不怪啊 该如何解决呢 要想化解也是有办法的 你去九华山潮山三天 喝大杯咒水 拂下脚就可以解决的 嗯 好的 谢谢师父 那我现在就去 于是 叶师姐来到了九华山潮山三田 并求大杯咒水喝下 也以大杯咒水敷脚 叶师姐按照师父所说的办法 做了一星期 这天晚上 她又做了个奇怪的梦 咦 这是什么地方 啊 请问你是谁呢 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她这是给你留个记号 要告诉你 这不是梦 这是真的 第二天 叶师姐的腿 果然就不再酸痛了 咦 哎呀 真的好了 我的腿 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了 啊 她这是给你留个记号 要告诉你 这不是梦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吗 过了一段日子 有一天 叶师姐来到叶市 寻找素食馆时 不巧又遇到了一家 新开的蛇肉馆 哎呀 好饿啊 找家送面馆来吃点东西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腿 怎么又酸疼了起来 于是 叶师姐又上九华山 向师父求助 当天晚上 她又做了个怪猫 啊 怎么会这样 别怕 看我的 当她抓住最后一条蛇时 那条蛇也咬了叶师姐一口 表示此梦的真实性 之后 叶师姐的腿变好了 人类不该为了私欲 而残害他们 蛇是会复仇的 据说 蛇在将死之时 眼球会留下 当时杂害他的人的影像 让他的子孙 为他复仇 请不要再吃蛇肉 喝蛇汤 蛇被活活剥皮的痛苦 是痛彻心扉的难受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有灵性 有知觉 人类拥有的感受 他们也都同样拥有 不同的只是形体与言语 希望大众以此为戒 莫再杀生害命了 不分大小 不分种类 慈悲救护生命 传达爱 以及对生命的关怀 各位菩萨 我们菩萨 我们学佛 就是从慈悲 而找到的生命 从慈悲 就断除烦恼 所以中华护生协会 到处在 解救生命放生 但是有很多生命 没有办法被放生 你要救他 牛 流浪狗 狗 甚至的一些大型的 不能被野放的动物 所以 生命电视台需要有更多人 提供土地 提供人力 提供财力 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 因为 他们对我们都有任何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 护生延区 也加入护生延区 保护动物的工作 来成为义工 来成为职工 与一个佛教族慈悲的心 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 阿弥陀佛 护生延区 保护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 中华护生协会 提供心 词呢 支持你 比如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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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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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